在苗栗縣一名零星男子沒有駕照 又開著一台被註銷牌照的車子上路 遭到巡邏員警給盯上 但是他是拒絕藍茶 還沿途闖紅燈逆向加速逃逸 警方是根據了行車記錄器影像 事後約談這名男子到案 總共開出了6張罰單 處罰55400塊 還要再釣扣車牌6個月 而就算男子靠上駕照以後 也要釣扣7個月 巡邏員警在竹南鎮發現 前面這部黑色小客車懸掛註銷車牌 正要上前盤查 不料駕駛鑽進巷弄里加速逃逸 過程中還闖紅燈又逆向行駛 差一點就撞到其他車子 為了避免發生車禍 員警事後才透過行車記錄器 以車追人 你們有追他 他不停 他這樣子才開飛來 你們這樣子講給我們 才了解 員警透過車記資料找到了誠信車主 原來當時開車的人是他的靈性朋友 事後靈性男子 把車子還給車主 但是沒有告訴他自己無罩駕駛 而且為了躲避警方 沿途危險開車的行為 原本以為可以隻手遮天 最後還是被約談到岸 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嫌與他車發生碰撞 警方考量其他人車安全 不以貿然強力攔截舉發 所以改採進行舉發 雷姓男子依法被開駐無罩駕駛 闖紅燈逆向行駛 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拒絕停車接受稽查並逃逸 以及使用註銷牌照等六罪啟發 總共挨罰55400元 連車牌也要被吊扣6個月 即使他考取駕照之後 也要再被吊扣7個月才能上路 希望如此研發讓他受到教訓 這張新潔苗栗報道